七威的老公带着女儿拉丽参加了一档亲子真人秀节目 想想办法吧爸爸 这也是七威第一次曝光的自己的女儿 网友在第一次看到小拉丽的长相时纷纷表示 简直跟七威就是复制粘贴啊 特别是下巴长得太像了 最近想想办法吧爸爸节目组曝光了一段在七威家中的采访视频 视频的前半部分基本就是七威一家的生活日常 拉丽当天打扮得非常可爱 简单又不失时尚感 他中房间里出来 看到七威正在化妆 于是就想要开始套路 他妈妈了 拉丽鲜嘴甜的说 妈妈你好好看 然后就开始了撒娇模式 妈妈 我想要这个粉饼 还想要这个口红 还有这个睫毛和刷子 七威看着女儿的表情也是满脸的无奈 之后记者安排拉丽单独到房间里进行采访 拉丽自己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李乐奇 然后记者问道 他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 拉丽的回答非常的可爱 他有点害羞的说 长大后想做化妆品 没想到这么才三岁的拉丽居然对化妆品如此的痴迷 看来是跟七威平时经常在女儿面前化妆有一定的关系了 昨天七威的工作室还分享了一组拉丽的可爱萌照 并配文 你们的拉丽化妆品狂魔 长大后想做化妆品的李乐奇宝宝 像妈妈七威的地方可不仅仅是长相优 七威有多爱化妆大家应该也都了 结果如今女儿不仅是遗传了她的长相 并且连对化妆品的热爱都全部继承了 从这组照片中我们看到拉丽正歪着脑袋专注的 看着工作人员手中的口红 还不适得嘟一下嘴 小眼神和小表情简直太可爱了 从而也看出她对口红的痴迷程度 之后工作人员把口红推了出来 拉丽立马两眼放光 嘟着小嘴好像在示意工作人员 给我抹一点啊 拉丽满脸期待的样子 估计心里在想 真要给我除了吗 以至于还露出了满心关系的表情 还露出了浅浅的小酒窝 真是太萌了 之后工作人员可能看到拉丽 真的很喜欢口红的样子 于是还真的把口红递给了拉丽 拉丽一点难以置信的接过口红 这时候注意她的左手 哈哈哈哈 五个小指头激动的群魔愣舞 简直太可爱了吧 拉丽接过口红后 细心地把玩着 嘟着小嘴 还在自言自语 这认真的小表情 从这个角度看 过去简直就是小板的七微了 粉丝们在看到这组照片 也是纷纷被小拉丽给门话了 纷纷喊话 拉丽可以C位出道了 像拉丽这样长得又可爱 又有趣的孩子 怎么能不讨人喜欢她 大家喜欢细微的女儿小拉丽吗